那这每次调这个奶粉得调多少 拿一个什么缸子 不是 他们一个奶瓶嘛 一个奶瓶 然后该喝多少 兑多少水 然后一个一个的 奶瓶上也是编字号的 一二三四五 就五个奶瓶 你两个手也拿不下呀 最怕的就是他们一块哭 然后一块喂 那样特别麻烦 那一块哭怎么办呢 一块哭 然后四个大人嘛 他爷他奶奶 还有我和他爸爸 然后那一个 我们就用一个小的毛巾 然后给他淡在那 他自己不是躺在床上 就把奶瓶放在那里 自己抱着 对 用那个毛巾给他脱着 然后他就喝完 他就没有 他就自己就滑一边去了 我们就这样 那洗澡呢 洗澡一个个的牌子来呀 先给老大洗 然后给老二 那你们就别的活都干不了 反正是那一两年 是一点活都不能去干 因为没法离开 两个人肯定看不了 这几个孩子 特别是刚会走路的时候 不是农村都有院子有树吗 然后用一个大盆 大铁盆 里面放点沙子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 用手扶着树扶着盆 然后在那自己玩沙子 然后自己慢慢就会跑了 扶着树站起来 然后会跑 放痒 自己跑 只能放痒 对 只能 说实在话 特别累了 累是肯定累 但是感觉也是有点 亏对孩子 那有好玩的时候吗 除了累 也有 他们你看 听话的时候也表现很好 就是 假如说就 他们在一起 时候干什么的时候 就说 妈妈我长大了 给你干什么 干什么 妈妈我以后 有钱了 给你买什么 买什么 其实能要听到心里 也很欣慰的 你来评价一下 这几个孩子的 分别的特点是什么 老大是什么 老大吧 这脾气也是属于那种即兴之 有点像女汉子那种感觉 像谁啊 像你啊 像我吧 像你 老二呢 老二是老四都很难管理的一个 最调皮的一个 老三是比较懂事的 但是他是有点小性 不能说他 一说他 他就是 小性他就好 记恨你 哭 他哭 他不能受委屈的这感觉 老四还相对来说 还比较伟 这是老五 这是老五 老五是什么特点 两个女孩的性格差不多 都是即兴的 对 哎呀 这个将来这孩子读书 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对 刚才老三的心愿 就是说希望能够读书 报答爸爸妈妈 那这个 现在他们是 幼儿园 幼儿园的费用也不少吧 我们上的是最简单的一个学校 然后是 就是说一天接八趟 早晨送去 十一点接来 然后一点半 两点送去 五点接回来 然后一天这样来回八趟 那读书怎么办 读书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他们也有时候想 人家有时候那种补习班 有时候什么出心算了 有时候画画了 学跳舞了 就是在学校没会发那种小广告吧 他们也想去 但是你想一下 我们也是 这个条件在这里 现在他爸爸自己 我现在也是在我们县城里面打工嘛 然后我就想着能多挣一点 就试一点 能够零花是吧 然后他们想上那种学 我说哎呦 咱以后 我说等以后 等我挣了钱 挣钱多了吧 你没再上 只能这样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